上海一直是假期旅游的热门地 国庆假期一致 这个旅客也是陆续的防护 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人 在外滩现场的本台 驻上海记者蒋张言 张言你好 你好安东 张言这个国庆第一天 上海的节日气氛怎么样 上海市都做了哪些的准备 来迎接游客的到访呢 好的那我现在站的位置 是上海黄浦公园的水文站 在我的背后呢 是可以看到上海的东方明珠 那么在刚刚来的路上 我们是发现外滩的沿岸 是已经换上了中国红的装扮 建筑商呢 是已经插上了中国五星红旗 来迎接国庆黄金周 并且欢迎从全国各地 陆续抵达了游客 那么今天早晨啊 上海是时不时的下起了小雨 现在呢天气也是比较的凉爽 我想今天在户外活动 应该是比较舒服的 同时呢因为现在还是十点多 时间还比较早 所以游客还没有很多 但我们刚刚来的路上 发现江堤上 就是外滩的江堤上 已经有零零散散的几个游客 是在拍照 我们随机聊了几句啊 有人说他们是今天上午 刚刚抵达了上海 就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直奔外滩 他们觉得现在的人 或许比较少拍到的照片 也会比较好看 那么现在呢 目前上海各个景点 还没有很多人 根据上海交通部门的预测 从今天中午开始 抵达上海的客流将会逐步增加 国庆夏季上海 虹桥枢纽的铁路机场 审计客运将共计到发旅客 673.74万人次 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啊 今天上海浦东 虹桥两大机场的外籍人员 一站是综合服务中心 也是正式的投入了运营 相信这也会给来上海游玩的 外籍游客带来一些便利 那么为了欢迎各方来客 上海在国庆期间是准备了 超过千项的文旅大礼包 来满足不同需求的游客 包括了上海国际旅游节 有花车游行 上海国际光影节 有建筑投影秀 以及风暴国境电音节 也是时隔多年再次回归上海举办 那么我想电音爱好者 应该是会非常的开心 在体育赛事方面呢 国庆期间是上海将举办 大大小小的近百项比赛 包括中国首届城市沙地马球邀请赛 上海的超级杯其中就包括了 短道速滑 花样滑冰 以及世界级别最高的摩托艇锦标赛的 上海大奖赛 也是时隔20年再次回归了上海 我想这些都会给来户的游客 增加不少的游玩选择 那么现在上海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好的 我们也非常感谢 这株上还记得蒋章言带来的最新的报道